因涉嫌贪污而被调查的交通部长易华人 今天早上8点09分出现在国家法院 并且在8点15分进入提控室4A停室 身穿蓝色衬衫 身蓝色外套的交通部长易华人 在高级律师文达兴的陪同下 今天早上8点09分现身国家法院外 面对现场记者的询问时 他表情严肃 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一路朝法院大楼走去 并且在8点11分通过法院大楼的安检处 这个月9号主管公共服务的交通教育部长陈振生 代表李锦罗总理在国会指出 贪污调查局已经完成针对易华人的调查 并且交由总检察署进行检讨 贪污调查局是在去年5月29号通知李总理 当局在调查另一期案件时 发现易华人牵涉其中 贪污调查局局长随后在7月5号 寻求总理的同意 对易华人展开正式调查 易华人在7月11号被贪污调查局逮捕 旅店置业的联合创办人王明星 也在同一天被贪污调查局逮捕 易华人之后获得保释 并且被令休假停职 任何人在类败的道路上 优优独播逮捕 对易华人生 相关火松 我们在这里 禅?- 事